笑声匿迹了好一阵的张南亚 19日现身泪称 一路向西好姐妹莫启文 第一本写真书首发 不知是否因之前与经纪公司闹得 水深火热因之心情欠佳 瘦了不少 小洋装的线为完全不合身 自然胸前依然有料 不过张南亚也自知疏似 频频拉扯衣服 怕滑落走光 早前她于微博中上载一张痛哭自拍照 并写上 其实我真的不是坏女生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娱乐圈是什么 难道一定要逼我变坏吗 一定要吗 但过不久就自行删除 引发猜测她是否被逼 做了某事 当日张南亚也做出会议 指微婉表示自己人红 遭人计 在公司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 比如说我做的 工作做的很多 然后他们会拿了我做的东西 然后去让给别人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很不公平 然后我就上去跟公司说的时候 我就是说 如果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不能解约的话 因为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会解到约的 就是说艺人跟经纪人的那个约是很难解 很难解 对 然后结果我就上去说 我说如果解不到约的话 我就回去结婚生孩子 我都不会要跟原来的经纪公司合作了 日前已经成功解约的她被问及是否担心 为此遭到前经纪公司封杀 时她就自信到一贯的工作都是靠自己 我觉得她可以找到这个通路再说吧 因为平时的工作都是我自己找回来的 就是对 基本上所以公司用到的他们所有的那个人脉关系什么的 我就大概很清楚是什么 所以暂时我觉得她还没有那个本事的 虽然已经是自由身 但毕竟作为内地人在香港打拼 已经自觉不容易了 说话还是更谨慎点为好